我没有想过公司会比我早消失 在台北商业区的移动大楼里 Zello在一个卖酒的新创公司上班 每天给新来的酒拍照 并上传到官网打些文字 画些知识图文 很好笑的是我并不喝酒 但是我做着跟酒有关的工作 还要写出一些关于酒的介绍 因为我们是卖酒的 所以有一个特别冷的房间 专门用来储存跟展示 夏天进去很凉快 尤其是当老板不在的时候 他觉得一个人做的事更自在 毕竟座位后面就是老板的门口嘛 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很拘谨 如果我正在思考而没有动作的话 我怕老板会觉得我在偷懒 而且他也蛮常出差的 我是很喜欢他出差啦 因为这样老板就不在了 与其说是工作 不如说是自己找事做 有时候还可以偷过老板的窗户 看底下的行人在干嘛 一边听音乐 看着今天的新闻 一边工作 每天倒也不会说很忙啦 啊就一般般吧 你没有业绩压力什么的 但我也不会觉得说 我的工作很重要 我并不觉得我是重要的人 也许送货的司机还是每个月来一次的会计都比我有用多了 虽然老板是个好人 但是开公司可能不是很在行 之后老板还雇了一个业务小姐 虽然Zero并没有负责销售的事情 但说真的 他多少也感觉出来公司好像没有在赚钱 都是老板的同一个朋友来拜访 没有新的客人来 而且当有人来拜访的时候 他们会抽雪茄 即使关上门来 也挡不住那个烟尾 超臭的 需要戴口罩 一年之后 Zero听说公司要解散了 他也确实被遣散了 以一个新创公司来说 一年就知道要收手了 算是很聪明的吧 没想到公司会比自己还短命耶 这也是第一次体验 离职后那一年 绝对是Zero很丰富的一年 因为没有想要再找工作 他尝试了很多画图的案子 但说是要养活自己 那还差得远了 毕竟跟很多人竞争同一个案子 成功率很低 交稿了之后 还要发现自己被抄的心情很差 大概在失业半年后 他得知某个地方可以领辅助学3D 虽然我对3D没有很大的兴趣 但公司好像会很需要 Zero就报名了这个课程 上完课之后就有可能收到公司的面试机会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这样觉得 这样的标语很诱人 至少Zero是觉得蛮诱人的 因为他正在失业嘛 他需要一个工作 某些补习班也会有这样的广告文宣存在 Zero也觉得自己能在学了3D半年之后 马上能被公司当场选上 这就是我来这里的目的啊 找到工作赚钱 整个班级好像才10 15 20个人不知道有没有 然后到最后阶段的时候 大家必须找到这里的组员 做出一个专案然后秀给大家看 而且大家还被安排去参观了一间游戏公司 因为当时Zero参观的体验太好了 这间公司看起来一切都很棒 还有很好的升迁跟学习机会 在这里啊 这个位置可能是我未来的办公桌 他只想着 我必须要来这间公司 脑袋里完全没有想起他的可能性 在参观公司之后 他很快就写了履历 然后投到那家公司 据Zero所知有另外一个同学也这样做的 但是当他收到公司回信的时候 里面的内容是写着不录取 Zero当时正在教室里 大家都做着各自的专案 他很难过 但是他不想让别人看到 所以他去了顶楼 然后到围墙边 看底下的人 跑题了 跑题了 回到我们的主线上 但到了成果发表那一天 别组的同学一个一个被叫进去 同组的成员被叫进去 就这样等着 我直到最后的最后 都没有被悬伤 我真的有这么差吗 竟然没有一家公司要我 同学还进了我想进的公司 我好嫉妒 既然没有公司要他 Zero觉得除了认真接案以外 没有别条道路了 毕竟不想再去上班嘛 话图也许帮Zero奠定了接案的基本 但是还没熟练的Live2D才是影响他未来好几年的最大赢家 他甚至在这一两年接到游戏用的Live2D按键 自己做的人物竟然在App里面动得起来还会说话 心情自然是很兴奋的 当时是不是会Live2D的人很少啊 这等好事我竟然可以拿到 竟然轮得到我 曾经Zero也想做游戏 但也许他只是想让自己的作品有生命 Live2D不小心帮他实现了这个愿望 才实现了十几次 之后随着他越研究Live2D 把Live2D当成一个服务之后 客人跟案子越来越多 比画图还稳定 当时Zero甚至还有个中国经纪人 帮他接受中国的VTuber案子 后来在2019的时候加入Iron Vertex 但是越加入团体拥有这种同属关系 Zero发现自己离客人越来越远 他无法跟客人直接讨论案子 Zero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冷漠的齿轮 可能有一些人很需要一个经纪人来帮自己做一些不想做的事情 像是拒绝案子提出价格那些花费时间的事情 但是从这些经验中我发现 我喜欢直接与客人接触并讨论 我觉得这个阶段很重要 就像做Live2D必须从整理图层开始认识这个模型 我觉得从讨论的步骤 我就能开始认识我未来的孩子 而不是网络上一个有着漂亮ID的虚拟人 他最终还是选择了自己一个人 回到了台湾市场 Zero就专注做模型直到现在 其实我也可以做游戏的啦 只是大家好像看我做VTuber做得很好 就一直让我做VTuber 但是甜蜜的困扰吗 Live2D不只帮我实现了那个不认真的游戏梦 还因此达成了自由结案好几年 说真的我常常忘记能靠自由结案过活的人 其实是少数 我很容易忘记我自己是幸运的 甚至因此遇到很多珍贵的客人 有名的客人 各国的客人 我可以当各位VTuber孩子的爸爸 很难搞的客人当然也存在啦 但那只是少数而已 又不是天天发生 看自己的作品活着 就如同Live2D字面上的意义 是一个像魔法一样让人觉得感动的存在 他们不只活着才会成长 我可以看着我的作品留下他们的历史跟记忆 有Live2D在真的是太好的呢 希望Live2D也能保持下去 持住年快乐 大家好 我是Camblator 今天想来与大家分享一些创作经历 虽然说是创作经历 但我并不从事创意工作 之前对我来说 创作只是业于爱好 只要能让自己开心就好 然而 在邂逅了Live2D后 我的创作生活突然丰富了起来 许多零散的知识和技能 较致在了一起 如今 创作对我来说 不再吃爱好 也成为了成长和生活的一部分 2020年 因为新冠疫情 我很长一段时间无法离开家 于是我决定尝试数字绘画 买入了一块Vacom室位板 因为业余时间不多 话剂提升也不算快 当时我觉得 这个爱好可能持续不了太久 同一时期 我也在看虚拟主播 当时认识了夏补补 那时我第一次了解到 能让插画动起来的Live2D技术 并产生了兴趣 一不做二不休 2021年初 我直接订阅了Live2D Gubism 开始尝试制作模型 没想到Live2D意外的简单 也许因为过去接触过AdobeFX等软件 三天后 我就用自己的话 完成了第一个Live2D模型 当时真的十分开心 因为学习了Live2D 我也更有动力将绘画继续下去了 如今 我不仅能接到一些Live2D相关的委托 也成为了夏补补的画师 简模型师 和自己喜欢的主播一起工作 真的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 因为写爱动漫等 此前我也是对日语比较感兴趣 2015年 我第一次接触视频字幕相关的工作 当时是负责时间轴 2019年 我开始尝试独立完成日语视频翻译 当时翻译的是游戏实况 这么做只是因为个人兴趣 并没有打算持续太久 学习过Live2D后 我同时作为日语翻译和Live2D模型师 在Bilibili活动 没曾想到 一天Live2D官方的运营找到我 委托我翻译并重置中文版的Live2D官方教程 非常感谢Live2D官方的中国区运营的热心和细心 让我有幸得到这次机会 因此我翻译并制作了中文版Live2D官方中级教程的第三到六期 之后翻译也成为了我的正式工作之一 近两年 我在为插画师 Jaton指挥老师翻译视频 另外在今年 我开始负责翻译Live2D官方兼修的Live2D教科书 因为拥有Live2D的相关技能 我能够对书籍附带的PSD文件和CMO3文件也进行全面翻译 如无意外 这本书的中文版本将在2023年12月出版 敬请期待 此前我虽然会使用AdobeFX制作视频 但只会制作比较简单的特效 然而 简单的特效加上静态的图片 是很难制作出较好的效果的 我也曾经尝试过使用AdobeFX直接让插画动起来 但是十分困难 学习过Live2D后 我发现Live2D模型不仅可以导致为图片序列 还可以借助插件直接嵌入AdobeFX 这为我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 掌握了插件的用法后 我制作了许多基于Live2D的PV 自己的制作水平明显上升 制作过程也更加快乐了 在Live2D官方的Alive2023活动之际 我正在制作并发布原创中文教程 Live2D绘制指南 分享绘画和拆分图层的方法 在制作教程的过程中 我也多次使用各种方式 将Live2D模型嵌入视频 让许多演示过程变得更加简单生动 总之 即便对于我这样的业余创作者来说 Live2D也是一款极具魅力的软件 我能明显感受到 有了Live2D后 自己的创作能力显著提高 业余生活也因此更加丰富 即便你和我一样 只是在凭兴趣进行创作 Live2D也非常值得你拥有哟 我是卡米雷特 感谢你的观看 会场的各位来宾 参赛者 工作人员大家好 我是Live2D模型师 Raid Soda 是2019年的受赏者之一 台湾出生 目前居住在日本奈良 三年前还是个游戏公司的社员 不过现在是个自由接案者 由于我的日文口音不是很标准 以及我的客户跟学生大多在台湾的关系 请允许我用中文跟大家打招呼 嗨你们好 首先非常感谢Live2D官方的邀请 让我可以在这边发言讲一些话 那我这几年的工作都跟Live2D戳离不了关系 可以说受尽了Live2D公司之情 所以当收到了官方公司寄来的邀请mail时 我大概一秒就答应了 我其实是抱着非常感谢的心情来录制这一段的 在2019年参加官方的Live2D Award比赛时 我在手游公司担任会社员 那个时候就在使用Live2D 已经制作过许多游戏中会用到的动画 而在2019年比赛受赏之后 也刚好适逢VTuber业界的兴起 那陆陆续续就接到很多VTuber用的模型按键委托 那以下就来展示一下我曾经做过的案件 有个人的也有企业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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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从去年的2022年中旬开始 我也开办了以我的故乡台湾为主 华文讲解的线上Live2D课程 在我的线上课程中我提供了系统性的教学 在围棋八周的课程里面 我从立会的拆见一路讲解到模型的头部、五官、身体绑定各种动作以及特效 可以让即使从零开始接触Live2D的同学 也可以在上完课程后做出整支漂亮的VP模型 那目前的课程规划是一年两期 现在已经开办到第四期了 学生人数已经超过一千人了 那我想我对Live2D的推广应该有一些贡献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未来能够跟Live2D公司提案 让我的学生在上课期间 购买Live2D可以打一点折扣 附带一题 我现在使用的这个VP模型 就是我的学生做来送给我的 除了开始上课之外 按键的委托也持续的从海外来询问 为了因应日渐庞大的业务需求量 那以及上课所需要的各种准备 我这边就开始追加人手 在去年开课的同时 也正式在日本成立了公司法人 我的公司就叫做 Kabushiki Kaisa SodaArt 我们现在是一个团队 常驻的模型师有四到八位 也有一些课程的助教以及后勤人员 是一间大概有十人规模左右的小公司 我们SodaArt还在成长努力中 而这一切也源于来福2D公司研发了这么优秀的软件 提供了美术从业人员 动画师们一条崭新的路 从我2019年参加比赛受赏之前 我无法想象到未来会走到这个阶段 那现在虚拟角色VTuber已经是一个趋势 而参加比赛的各位正在这个海浪上 这个来福2Daward是官方每年最大的比赛 今年也适逢十周年 你们的受注目度是最高的 我相信努力一定会有收获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